大家好,我们书接上文 关于机械硬盘从台式机里面拿出来 作为NS网盘这个方案可行吗 有一些问题需要验证和尝试 上一集讲了三点 这是下集,把剩下的几点讲完 第一个就是移动硬盘盒 这个比较简单 机械硬盘从台式机里面取出来 接到NS网盘上或者是路由器上 它需要套一个壳子 就是移动硬盘盒 这个硬盘盒需要支持3.5英寸的机械硬盘 还要有独立的电源 首选考虑奥瑞科 带电源的版本京东上卖80块钱 咸语上卖40块钱 咸语上那个可能版本要老一点 应该也可以用 但是现在不着急买 硬盘盒作为备选 要等到WiFi速度问题解决了之后再购买 第二个尝试的是路由器的NNS方案 就是把移动硬盘接到路由器的USB上 我找了一个32GB的U盘 支持USB3.0的U盘 把它接到了华硕86U路由器上 3.0的那个借口 首先对U盘进行格式化 然后挂载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然后再测试复制速度 这个U盘如果直接插在电脑上 这台台式机上 它的复制文件的速度是每秒100M左右 从U盘到台式机的固态硬盘 现在把U盘插在了路由器上 台式机通过路由器 从U盘获取文件的速度是每秒钟30M 和上一集介绍的那个西部数据NNS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写入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不稳定 这个速度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还发现在复制文件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路由器的负载很高 路由器的CPU和内存占用都很高 本来路由器的温度就不低 常年70度以上 如果再开通这个NNS 估计温度还得高 时间长了 肯定会影响路由器的使用寿命 平时这个路由器CPU占用率很低 内存占用50%左右 所以我决定放弃路由器插移动硬盘这个方案 后来我拔掉U盘的时候发现 这个U盘特别的烫手 温度特别高 不但心疼路由器 还心疼U盘 下一个尝试的是 西部数据的NNS网盘扩展USB方案 同样是把这个32GB的U盘插在了西部数据NNS的USB接口上 复制文件的速度和NNS还有路由器扩展USB的速度是一样的 都是每秒钟30兆 看来平静在这个WiFi速度上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方案的写入速度也很慢 每秒钟只有几兆 路由器的NNS也是这么慢 但是当把U盘接到电脑上 它的写入速度开始是每秒90兆 后来稳定在每秒20兆 读取速度是每秒130兆 温度不烫手 温温的 最后一点是在NNS网盘上安装和使用软件是否方便 我用NNS网盘很多年了 一直做存储使用 像照片视频音乐备份文件 需要的时候才用一下 如果把游戏安装在NNS网盘上 或者把应用软件 甚至Windows的应用商店的默认路径都安装到NNS网盘上 这种方案我没尝试过 不过网上说这种方案可行 我估计我不会把常用软件安装到网盘上 估计会有兼容问题吧 就算没有兼容问题 软件使用过程中的读写操作很频繁 除了传输速度的问题 还有显应时间的问题 会影响软件的使用体验 用户体验降级估计会特别厉害 机械硬盘变NNS这个思路 目前不符合我的预期 主要是WiFi速度 如果是千兆有线网络 我会毫不犹豫地折腾下去 其次是外挂硬盘的写入速度 不知道哪里限制了 每秒钟只有几兆 这个速度是不可用的 此外我还看到了一些案例 它说西部数据的这个NNS网盘 它外接USB移动硬盘 它会挑移动硬盘 有些移动硬盘核不能正常识别 另外长时间的运行 硬盘的使用寿命 也是我担心的重点 硬盘倒没多少钱 主要是那里面的数据 综上所述 这个思路被我放弃了 不想折腾了 机械硬盘还是老老实实的 在机箱里待着吧 以后再折腾 不过WiFi速度这个问题 是个大问题 得好好折腾一下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